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普通人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吧 我今天就要交待在这里了吧 我还是个单身狗 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呀 测到宿主遇到妖怪 危险西数及刚 开启无敌监狱系统 以庄园为中心 无敌监狱覆盖整座庄园 覆盖范围之内 见到无敌 可列天地 无敌监狱之内 任何宝剑 灵剑 哪怕是神剑 都要臣服于宿主 三年 这三年了 毕竟放这三年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吧 有这么厉害的戏头 你咋不倒地 不是我 接下来 就带我见识一下 无敌监狱 到底有多强吧 不 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 我要看了你 来 此时之劫被撕裂了 这怎么可能 先见裂空 居然是传说中的剑枝制动 天哪 天被人批破了 这怎么可能 有东西掉下来了 快 把所有梅下弟子 全部派出去 挖地三尺 也要找到 灵霄先帝 留下用于隔绝此事的 最后一道保护 如今也被毁了 可此方世界 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我的天啊 这 我 我把天劈开了 肚主消灭三节火药 获得四百点剑玉值 并获得新手大礼包一份 剑玉值 所谓剑玉值 就是用来扩张 无敌剑玉笼罩范围的能量点 每消耗一百点剑玉值 无敌剑玉就增加一米范围 哦 原来如此 斩了三节火药 无敌剑玉范围就增加到十四米了 哦 可惜覆盖范围太小了 使用新手大礼包 恭喜宿主 无敌剑玉覆盖范围直径提升十米 目前覆盖范围为二十四米 无敌剑玉提升到一级 开启万物化剑能力 万物化剑 好奇妙的感觉 似乎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可以成为我的剑 先试试 厉害 无敌剑玉 万物化剑 果然牛皮 不过系统 天上那个裂缝 到底是什么情况 恭喜宿主看上大事了 隔绝此世界的九天神定被毁 此方世界已暴露于三千世界中 如今万遇蝎魔 皆可穿越裂缝 降临此事 你是说我破坏了我们世界的保护罩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这裂缝能修吗 此方世界天道会自行修复裂系 但已经无法阻挡域外仙魔的进入 望宿主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你让我一修为全尸的人 怎么好自为之 罢了 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 先看看剑玉 带来的效果吧 好 现在来试一下 完成 厉害 不光威力惊人 就连精密度也如此高 哎 系统 监狱是固定的吗 为什么我感觉 监狱好像无法移动 初始监狱固定在系统开启点 不可变更 无法移动 宿主可以通过争取监狱值 扩大监狱范围和提升等级 若擅自离开监狱范围 宿主将会失去所有征服 望宿主好自为之 就是说 只要我踏出中原一步 立即变回若基了 而且一切点剑玉池 才增加十米覆盖范围 这边要看多少要快啊 走 杜德哥 只能先去附近踩点蘑菇 先点点鸡了 追上去 别让他跑了 这些闲门的小毒崽子 你们还真的起庆了是吧 都已经追打我十多里 没完了 我堂堂安野妖王 要不是被那口从天而降的破顶砸成重伤 我非得一口一个吞愣的不可 前面那是 没有灵气波动 是个普通人 半天就采了几个破蘑菇 要是有肉就好了 正好吃了这个厨子 补补体力 人类 借你小命一样 没有灵气波动 是个普通人 半天就采了几个破蘑菇 要是有肉就好了 正好吃了这个厨子 补补体力 人类 借你小命一样 三大 他的眼神怎么 肉 什么 他用的什么东西砸我 好像扇一样 这厨子竟有这等法宝 他 汤手 我堂堂安野妖王 居然被一把汤手 扎给你 妖匿 看你往哪里逃 这 是怎么一回事 你是何人 敢抢我们的恋物 不好 对 万物化剑 居然是万物化剑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难道 这是一尊再次隐居的绝世高人 段师兄 这是怎么回事 他刚才施展的是绝世神术 万物化剑 那是即便圣界仙门 实力最强的几个长老 无不斗的境界 幸好没撒完 话说这群人 一惊一乍 在干什么呢 你们 是这条狗子 还来的救兵吗 我们是追这条 狗子过来的 他是一只强大的妖兽 不然 可能从我们手下逃脱 这些人的身上 都流动着一缕淡淡的剑气 看上去 都是剑修 只是不知道这几人的身份来历 那你们是何人 圣界仙门段修文 见过公子 这两位是我师妹 圣界仙门帝女 慕容慕兰 见过公子 这位是台思语 都有麻烦 还请公子不要见怪 刚才情急之下 冲撞公子 实在不应该 还望海涵 这么快就道歉了 剑修什么时候 这么好说话了 那这狗子 自然归前辈所有 今日冒昧打扰 我等就此告辞 改天 再登门拜访前辈 此人实力实在是太吓人了 得赶紧离开这儿 回去兵高师尊 快走快走 赶紧溜 慢着 没你们追第一条狗 它也不会来我这儿 我不白拿人东西 这个 送给你们了 那就多谢先辈了 那慢走不送 上好的狗肉 可不能浪费了 坐入凡间的神器 还是落入我天堂妖皇的手里 当我练花这尊神秉之后 整个修仙界 都要在我的脚下颤抖 那不是暗夜妖王吗 他这是困账 栩栩白人 绝敢摆妖王 人类咋命来 天上有动静 这 这什么情况 天上大鸟 黑可窝 一 击败七阶妖皇 获得四万点剑御值 无敌剑御提升至二级 覆盖范围提升至四百二十四米 这头大鸟 居然是七阶妖皇 真是棚之大 一个锅放不下 看来这家伙 是自己一头撞进了剑狱里 还触发了剑狱的防御机制 一带妖皇 莫得这么不云不白 无敌剑狱 真是恐怖 不喜欢 正好还给我送了口锅 今天就不吃烤卷狗了 吃大火炖蘑菇 噢 臭好痛 我刚才好像被人敲昏了过去 对了 是那个臭厨子 我一定要拔擦 天 天蓬妖皇殿下 丁怎么在 这 这是 这 这怎么可能 天蓬妖皇殿下 居然被人宰了炖汤 还有 这不是那尊从天而降 几乎要了我命的神顶吗 这 这家伙居然拿来当炖汤的大国士 完了完了 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个恐怖的英雄 一个绝世强者 噢 噢 刚不会这家伙等吃完天蓬妖皇之后 还要宰了我炖汤吗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啊 才能避过这一劫 这狗应该也是什么妖兽吧 怎么醒过来也是一脸傻样 啊 只要味道不差就行 这山庄外各种都是妖兽 我又出不去 这么大只肉狗 可不能错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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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啊 我的肉不好吃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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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逼我同归于己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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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吃我 我还用心愿的味料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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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求饶吗 罢了罢了 正好我缺一条看家护院的狗子 你就留下来 给我看家护院吧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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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用我吃妖皇殿下的骨头 其妖太善 还用我吃妖皇殿下的骨头 其妖太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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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了 看家狗就看家狗吧 总被丢了小命去啊 噢 前方要皇殿下 我对不起你 真行 士尊 秋文 木兰 思雨 你们怎么回来啦 弟子奉命 前去十万大山寻找神器 虽然没找到 但我们遇到了一位领悟了万物化剑的绝世强者 或许他能帮我们镇压血火 啊 万物化剑 这怎么可能 胡说八道 十万黄山妖怪盘踞 凶险万分 怎么可能有绝世高人隐居 就算真的有绝世高人在那种地方隐居 我堂堂出窍期见修 难道还会察觉不到吗 弟子不敢欺瞒世尊 聚聚属实 请世尊明察 哎 修文 你可知我圣剑先门传承数万年 至今也仅仅出过三明化神经 修出剑意的剑修强者 至于万物化剑 那是即使初代掌门也不曾达到的境界 世尊 可是我们确实是感受到了 那位阁下的同天剑意 胡闹 你们三人不过粹体境界 自然是看什么都觉得厉害 剑意可不是大白菜 哼 哪有这么容易参悟出来 你们三人连真正的剑意都没见过 定是被对方的装神弄鬼之术骗了 世上若有能掌握万物化剑的强者 怎么可能至今默默无闻 可是 你们和其他弟子一样 离开宗门吧 走了就别再回来了 那血魔的封印越来越弱 加一时日 我们也无法维持封印了 你们还年轻 别成了我们这些老骨头的陪葬品 什么 世尊 那你们 当那血魔彻底脱困了 我会和众长老与他同归于尽 赌伤我们的性命 也绝不能让那魔头重返世间 赌伤我们的性命 不好 那魔头 他不会这么快 十五万年前 你们的先祖为了镇压本座 就连自己的道体都毁灭了 抗述五万年后 就凭你们这些垃圾 你们想独当本座 通堂老亭列 圣剑阵 击 要出神迹 这五万年前我就玩圣下的 我 不好 哈哈哈哈 就凭你们 你们想跟我对抗 世尊 这 快走 把血魔偷困的消息带出去 想逃 像箭中的大队 一个都跑不了 这是 大 炸到这一切 你怎么可能 不饿了一命 血魔被 被消灭了 从今天开始 这尊木雕就是我们圣剑仙门的镇宗之宝 圣剑仙门所有弟子都需要供奉和叩拜 以及参悟上面的建议 自当如此 天不枉我圣剑仙门哪 多亏了这件宝物 你们给师门送回之宝 镇压血魔 你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 不过现在 还是赶紧和我说说 你们在十万荒山遇到的前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尊 是这样的 那天我们三人追一只妖兽 然后追到了 这木雕完完全全 只是随处可得的普通木材 仅仅是上面残留的剑影 就能歼灭血魔 可怕 太可怕了 那位爵士高人 真正的实力恐怖到了何等程度啊 杜结期 甚至 莫非是大成期 掌门 如今世间灵气 不比以往 已经很难有人修炼到杜结期了 至于大成期 这更是难以置信 到底是什么 还得等我去拜访过后才能确定 木兰 去将赤金神剑和神西壤拿出来 跟我去造访这位高人 赤金神剑 师尊 那可是圣剑仙门的赈宗之宝呀 掌门 连赈宗之宝都送出去 这是不是 还有那神西壤 那可是先祖 从成仙帝带回来的神徒啊 你们懂什么 单凭这尊木雕 已经是绝世罕有的质宝了 我们去拜访高人 岂能空手而去 说不定 我们所谓的赈宗之宝 在高人眼中简直不值一提 老师干活 永远都不过六须拍马屁啊 会抱大腿才是真王道 更何况 若是能讨得高人欢心 传授我们一朝办事 修出建议 就足以让圣前前门万事不朽啊 不愧是师尊 能将六须拍马 说得这么光明正大 这份心思果然真密 难怪这家伙能成为掌门 留你一条狗命让你看见护院 你居然还敢偷懒 本座是妖王 妖王懂不懂 本座是妖王 妖王懂不懂 想当年本座动行天下 何其威风 如今却要被当作土狗 居于这家伙的阴危之下 太费势了 这什么品种的狗 还会刨地 正好 既然你喜欢刨地 过来帮我忙吧 我正打算在院子里住点什么 你过来做个松头 谁来救救我这落难的妖王啊 灵力消耗太大 这样下去会被追上的 十万大山里居然有庄园 太诡异了吧 但 事到如今 不管那里有什么 我的下场总比被那家伙抓到的好 有人 太好了 敢在十万荒山隐居的 绝对不是普通人 前辈 救命啊 这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剑意 感觉我只要稍微向前走出一步 就会被一击毙命 又有人来了 这十万大山里这么热闹的吗 喂 喂 怎么算又有汉货闯进来了 赶紧来个人转移那个大魔王的注意力 好让本王解脱 刚刚跑过去的那是 此人看上去好年轻 而且气息上完全就像是个普通人 不 不对 能修出剑意的 绝对是绝世强者 听说有的老妖怪就喜欢斑嫩 玩什么半猪吃虎 晚辈擅闯阁下的府邸 实在是迫不得已 还请前辈宽恕我 又来 一个个的都喊我前辈 我看上去有那么老吗 我没打算怪你 只不过你来这儿是 前辈 广陵仙门跟妖族勾结 却抓我送给妖王当小倩 不吹起不云 却没想到广陵仙门 吐入了我孙家满门 只有我逃了出来 还请前辈救我一命 广陵仙门 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冥门阵派 会盖出如此歹毒的世界 修仙世界充满了阵力 事情也不能全听这个女孩的厌制词 虽然我只要在庄园里就是无敌的 但我可不想被人当枪使 前辈 你若不救我 我必亡 你莫怕 只要我想 这个世界 没人能强行带走你 姑且 看看这些人的态度吧 诸位来寒舍 所为何事啊 师兄 那小娘拼 灵力耗尽了 我们还不赶紧 把她抓了 在这儿犹豫什么 蠢货 能在这十万大山修一个庄园的 会是普通人 修仙界祸虎藏龙 说不定那人就是个高人 我们几个区区住居的水平 得罪了她 怎么挂掉的都不知道 可是 这可是妖族和修仙界的交界处 真有人会在这儿隐居 那小子 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高人呢 对 倒是边上那条沙狗 看着她不像是普通的狗 无怕一万就怕万一 出门在外 小心无大错 阁下 我们乃广陵仙门弟子 正在捉拿我们的叛徒 还请阁下 不要听信了她的谎言 这个妖女修炼邪孤 献祭了她自己整个家族 还伤了好几位前去抓捕的同门弟子 如今又想骗你 无论她装的多像 还请阁下 看清那女人的真面目啊 于是兄眼计可真好 哎呀 搞这么麻烦干嘛 直接上啊 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们广陵仙门购结妖魔 还想要将我送给妖王 我父亲想要揭露你们 你们 就灭我孙家满门 居然还有妖王喜好人呢 女子 这 两边看着都不像是说假话 这怎么办 搞什么啊你们 人不是逮着了吗 为什么还在这里磨蹭 有人在 默默计刺 因为一个凡人 就耽误了大王的婚事 人族修士果然都是废物 师兄 也罢 这几头畜生 也有妖将的实力 正好将给他们打头针 龙魔族的强者可不是好惹的 这家伙最好是跟他拼个两败俊胜 说不定我们除了那小龙皮 还能收获几颗腰胆 好家伙 这下不演了是吧 那几个牛腰可是妖将啊 加上那几个筑姬 前辈应该没问题吧 哼 没想到广陵仙门居然真的和妖族的畜生有勾结 啊 这下有好戏看了 既然如此 你们一起上吧 别浪费时间 你 你找打 既然如此 你们一起上吧 别浪费时间 你 你找打 高端的食材 我只需要最苦素的手法 这 居然用一根树枝 就解决了一头妖将 好可怕的剑意啊 前辈的实力 至少也有元英期 甚至是化神期 如果是这样 我的仇受不定能 一群自不量力的家伙 现在知道我当初的感受了吧 击杀普通妖将 获得八百点剑预值 才八百点 你要胜于无法 那接下来 不会吧 这家伙 是人真是在伴中吃虎 这还是头军事猛虎 前辈 我误会啊 我 快 快跑 我去找大王 想跑 你 救我 你刚才说什么误会来着 我没听清 我 我 找我路吧 等等 如果就这么把这家伙干掉 火灵仙门和那上面妖王 岂不是不知道这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 我就没法找上门来报仇了吗 那我岂不是少了一大笔经验值 干掉它 干掉它 骗骗这家伙 让它带更多人来才行 火监狱 还得升级呢 今日 我饶你一命 去告诉你们宗主和那什么妖王 孙玉莲 我保下了 前辈 我还活着一日 你们就别想杀他分毫 我 我活下来了 还不快滚 是是是 这就滚 前辈 你怎么样了 不妨 只是一点小伤 你先补我进去 你在装什么 这眼睛还能再浮夸点吗 那家伙 莫非刚才其实是强弩之末 也对 就使出那种建议的人 怎么会是无名之辈 这里面定有古怪 赶紧去告诉师尊 恨我的家伙 我亲人所受屈辱 日后定加倍付还 你死玉莲 给我等着吧 我没事了 前辈 脚鱼执法 扣言无耻啊 这家伙 前辈 你真的没事吗 我真的没事 你别瞎担心了 前辈 这次放虎归山 我担心 广陵仙门 绝不会善罢甘休啊 要的就是 他们不善罢甘休 可传闻广陵仙门的 几位长老 至少有缘婴棋 甚至出窍棋 还有那妖王 前辈对我有救命之恩 若因为我而给前辈 带来危险 我岂不是 好了好了 你放心 只要你待在这个庄园里 我保证在我倒下前 天下 无人能伤得了你 前辈大恩 晚辈无以为报 不知前辈可愿收我为徒 如若愿意 今后 弟子愿是奉前辈左右 这 虽然在这个监狱内 握天下无敌 但我现在修为全无 如何教你啊 抱歉 我这人从不守徒 你 检测到箭道体 随机任务开启 将箭道体收归门下 可获得特殊奖励 这 也对 我与前辈相差有如云移 他平和要收我为徒 我从不收徒 但 你是个例外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啊 前辈这是收我了 哈哈 哼哼哼 还叫什么前辈啊 该改口了 前辈莫非是想 想收我做那种徒弟啊 可是 这 罢了 前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救我 已经是难以回报的大恩 更何况 若是能把我孙家的血海生成 就算是有何妨 弟子孙玉灵 拜见师尊 剑道体 先天神体 是所罕见 从出生开始 体内就孕育着 更精致气 收其为图后 可得到特殊奖励 好好 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 奖励技能建议点化 可通过灌注剑气 将生灵点化进阶 灌注剑气 可在领域内 我的剑气 不就是无救无尽吗 试试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这老枯术居然 二 二 好浓厚的生命精气 二 我的伤势 都在快速恢复 二 这能近乎仙术手段 普天之下 闻所未闻 这家伙 绝对是仙人 这能近乎仙术手段 普天之下 闻所未闻 这家伙 这家伙 绝对是仙人 看来光灌注剑气 也只能这样啊 这片区域的养分太稀薄 能长成这样 已经是极限了 不过 反正剑气不要钱 我全都要了 绝对是仙人 你可知 我为何收你为徒吗 弟子愚钝 不知道师尊的生意 但 师尊若想要 弟子也不是不愿意 只是 会不会太快了 我还没 我这好不容易 收个弟子 没什么大毛病吧 天云大陆 浮渊辽阔 隔三下午 就会出现 一个又一个的 天之骄子 他们要么有着 强大的体质和血脉 要么有着 奇遇和机缘 使得修仙界 群星璀璨 强者评出 你觉得 自己是哪一种 我能被师尊 收为弟子 自然是第二种 错 你两者都是 什么意思 难道这女娃子 才有特殊体质不差 这不应该啊 要真的是特殊体质 有妖王的实力 怎么看不出来 师尊 您是说 我也有强大的 特殊体质吗 没错 你的确有特殊体质 这或许也是 你被妖王盯上的原因 师尊师尊 那我是什么体质呀 厉不厉害 当然厉害 你的体质乃剑道体 最适合剑修 不 不可能吧 体质可以分为 废体 繁体 灵体 特异体 义荒体 神体 以及道体 我堂堂妖皇 也不过是特异体 这 这么小丫头 居然是最高的 道体 剑 剑道体 这就是我被广陵仙门 和妖王盯上的原因吗 这只妖王和广陵仙门 应该也没完全看透 否则 他们就不会派几只妖将 来抓你了 可是 师父 我从小就自制平平 而那些天之骄子 都是从小就崭露头角 剑道体 不同于普通的体质 觉醒之后 才能呈现出局势自制 不然 别说广陵仙门了 就是天云八大仙门 恐怕都坐不住 会来出手争夺你 如果我有力量 等出我的家人也不会 看请师尊教我 如何才能觉醒剑道体 弟子想要报仇 那么 就从感受我的剑意开始吧 师尊 就是那座庄园 看着好像很普通的 没想到居然有高人 会隐居在这种地方 这是 好浓郁的生命精气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还没有啊 从未感觉过如此充沛的灵气 好像根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一样 仿佛身处灵气海洋之中 并无穷无尽的生命精气包裹着 每一寸肌肤 每一缕羞发 甚至连呼吸引 有人 师哥 这就是我们这的那头傻狗 看来 它被那位前辈收养了 傻狗 傻狗 师哥呢 傻狗 傻狗 怎 怎么会有妖王在这里 而且 已经发现我们了 好像随时要扑上来一样呢 看来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嘛 这道粉大爷的厉害 好 粉大爷就给你们点颜色调侃 哇 人类 太不快下来给粉大爷 太烦了 月莲刚才感悟建议 你可是瞎叫唤什么呢 原来是你们啊 这边这位大爷是 竟然 竟然把相当于分神器的妖王 当看门狗一样教训 这法子 这得是多强的神力啊 至少也是肚结起步 世界竟有如此默默无闻的强者 前辈 这是我们的师尊 也是圣剑先门的当代尊主 我们是来感谢前辈你送的木雕的 原来是圣剑尊主 我 老朽 老朽见过前辈 不请自来 还请恕罪啊 这就好了 每个老头都喊我前辈 明明我的岁数连你的零头都不到啊 客气了 那进来吧 好好好 那老朽就叨扰前辈了 这趟赌对了 这可是一条至少肚结起的大腿 要是能抱上 不过 以我的修为 居然前辈身上一丝灵力波动都感知不到 难道是修为高的太多了 才令我无从察觉 没想到前辈修为竟如此高深 莫非已经修炼到了 樊普归真的境界 不过 以我的修为 居然前辈身上一丝灵力波动都感知不到 难道是修为高的太多了 才令我无从察觉 没想到前辈修为竟如此高深 莫非已经修炼到了樊普归真的境界 也许吧 我那哪是什么樊普归真 我这压根就没有 我徒弟正在感悟我的建议 咱们就不过去打扰他了 这边走 前辈的这座庄园 简直堪比那些洞天湖地啊 恐怕只有那些远古洞府 能营造出如此异象 差不多吧 可惜这儿的土壤实在是平津 我用剑气灌注也只能这样了 前辈啊 上次赠予我徒儿的雕像 结我仙门困境 近日老朽来拜访 还请前辈收下这点谢礼 这土 还有这把剑是 此土乃神兮攘 是我先祖从成仙帝带回来的神徒 传闻可以用来培养神药 至于剑 则是我们圣剑仙门的 赈宗之宝 赤金神剑 这老头 突然送我这么珍贵的宝物 不会选我罩着他吧 可我现在 根本没法离开庄园啊 莫非是前辈看不上我这点宝物 可这 已经是我能拿出的最好的了 还请前辈 千万不要嫌弃啊 感情这不就是复合肥吗 那这些神徒 就献于前辈了 既然如此 我就收下了 用来种菜 肯定好用 不愧是高人哪 神兮攘居然用来种菜 不过 这也是件好事 高人能收下我的礼物 才好巴结 先前我宰了几头牛腰 正在炖 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 老朽叨扰了 有门有门啊 这时候牛肉应该炖得差不多了 木兰姑娘 麻烦你帮忙将炖锅端过来 还是我去端吧 香气扑鼻 看来就是这个了 居然纹丝不动 等等 这锅不对 这顶 莫非是此前从天而降的神器 无数门派都在找它 可堂堂天降神器 居然被高人当成了一口炖锅 这么大一锅牛肉 让老人家端过来 着实为难了 还是让我来吧 师尊 你这是怎么了 木兰 你注意到他的炖锅了没有 那炖锅 就是不久前坠入凡间的神器 什么 那师尊 我们 恐怕不久前的天破事件 也和高人有关系 但这 已经不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了 那师尊你说 前辈的修为得有多高呀 我清楚 但最低也是帝仙家 难怪自始至终 我都看不透前辈的真正修为 帝仙 帝仙 好在当初追那条狗进来的时候 没有得罪前辈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撑好了 多来尝尝吧 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充沛的灵力啊 细滑的头感 牛肉的味道完美融入其中 好像畅游在猫牛的草原上一样 感谢前辈申请款待 我们几人就不便叨扰了 有空 常来做客 好好好 过些时日 老朽必定来法 我的修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突破到化神境了 师尊你 你你你你你突破了 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前辈的庄园流转着浓郁的钢筋大道 剑气冲销 而且还有九天神顶烹饪肉汤 诸多因素之下 短时间就能将我的灵力 重新淬炼一番 突破化神期 也只是顺理成章 好 有了复合肥 就可以在庄园 种各种水果吃了 诶 有果子在发光 我去 居然是人神武术 诶 怎么有个人啊 诶诶诶 哎呀 马啊 遇到鬼了 那是什么 竟然变成人形了 加了复合肥 吃树 是要成精吗 不对 那不是成精 它是在凝聚仙灵 老书下面 有精气凝聚人形 才是成精的征兆 但老书下面 弥漫的是仙气 绝对不是成精 而是成仙了 诶诶诶 这有树木聚灵 化形精怪 才会有这种生命精气 贯通天地的异象 好层的灵气啊 怎么回事 光滑如潮 生命精气冲香 用树木成精在化形 可这如此惊人的动静 那得是什么等级的精怪啊 黄极天 那里生命精元 如海洋浩荡 无边 恐怕 这次化形 不简单呢 没错 神术化仙灵 也不知道是何妨高人 竟有点化 神术化灵 只能 此人绝非凡人 我们也跟着过去瞧瞧 若真的有逆天机缘 搞不好我们这把老骨头 也不堪寂寞了 陈蒙仙尊典话 凝聚灵身 从此踏入仙徒 从今往后 小仙自当以镇守庄园为己任 小仙尚未有名字 还请主人赐名 赐名吗 你既是人参古树重生 化为仙灵 算是受大道眷骨 也是你的机缘 而后甘愿镇守庄园 那就赐名镇元吧 镇元 镇元子谢过主人赐名 今后自当竭力守护庄园 喜欢就好 咋就变成镇元子了呢 既然如此 镇守庄园的重任 今后就交给你了 尽遵主人法旨 连仙灵都能凝聚出来 看来这不合肥的效果 相当不错呀 仙人就是仙人 居然能让神术成仙 自动手段 匪夷所思呀 战老 妖王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片庄园 这附近有点不对劲啊 之前那冲天而起的先灵之气 有点瘆人啊 十万荒山是妖族地盘 由我出手 没有人敢当我们 那也对 妖王阁下气息滔天 神通广大 气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庄园 没想到这么快来了 不枉我眼内出戏 这妖犬 看上去倒是有几分实力 这功法好生霸道 居然能不修炼 就吸收周边龙气 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修炼法门搞到熟 没想到 南荒谷域当中 居然还能遇上 资质如此惊人的徒狗 如此一想 绝对是妖怪当中的天宗奇才啊 若是能说是死狗当灵宠 将来必能成为一大助理 喂 那边那头小狗 你可愿意做我宗门护宗神兽 这好歹也是我妖族 怎可趋于人类之下 小狗 你可愿遵我为主 当本牛魔王的左膀右臂 啊 你 要收我为左膀右臂 如果你愿意 本王定保你将来猎土封疆 尘皇成圣 就凭你 也配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敢来这儿撒野 都摆不了吃食 在这也不过给人类叛家护院 我吃上喝了 难道不够好吗 命中同为妖族 给你个选择 爬过来向我捕手成臣 要了 小狗这种妖族耻辱 就没必要活着了 我去 这图搞什么情况 你这虫狗 不想到还有几分实力 有几分实力 要不是我先前受伤还没恢复 能得到你这小牛妖 嘲讽大爷我 这气息 这狗狗居然也是妖王 这怎么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居然有一头妖王 那家伙上次明明就是只 贱兮兮的傻狗啊 我不知道啊 等等 那妖王看家护院 那那家伙 哟 你们终于来了 光明仙门的长老和那牛魔妖王 居然全都来了 死人 就是与其子说的那人 明明看上去毫无行为 却可以欺识一头妖王 这里面 必定有鬼 就是阁下 残害了我们派弟子 一军部长也的人渣和废物 废了又如何 你说什么 且慢 他居然在故意激怒我们 如此又是无恐 此人实力 恐怕远超我的想象 今日我广陵仙门 恐怕已到了存亡之际 没想到 这稻子的鸭子 还能找到一尊靠山 给我广陵仙门 带来如此灾祸 真是可恨至极 早知如此 阁下愿意听得孙玉莲出头 想必也看出了 他有不足的资质 想收入囊中 修仙界实力为尊 我广陵仙门 愿意退让 阁下若愿高抬贵手 我等来日 定会上门赔罪 我去 这 这不对吧 他绝不让让者冲上来 要灭了我 这家伙怎么不按 透露出牌啊 多谢阁下 手下留情 我们这就走 慢着 想走 那我剑狱之怎么办 孙玉莲如今是我徒弟 你们广陵仙门勾结妖魔灭他满门 对我爱徒犯下如此恶行 你却和我说 居然想这么一走了之 孙玉莲如今是我徒弟 你们广陵仙门勾结妖魔灭他满门 对我爱徒犯下如此恶行 你却和我说 居然想这么一走了之 你觉得可能吗 五长老 大长老 我早说了 咱们直接灭了他 我看 这家伙说不定 就是在虚张 我去 什么情况 阁下 我广陵仙门 的确承诺 将孙玉莲送给的妖王 但 灭他满门 并不是我下的命令 这都是五长老自作主张 希望他的命 能让阁下满意 这家伙 好狠的手段 连我的实力都还没真正摸清 就把自己的一个长老 雕出来顶罪 这家伙真是心狠手辣 到了非人的地步 可这样的广陵仙门 今日还被人们认为 是名门正门 修仙剑 真是残酷无情 还好如今我为刀族 他为鱼肉 这种修仙剑的重制 绝不能放过 老东西 空口无凭 你以为一条人命 就能抵消你对我爱徒 犯下的罪孽吗 阁下 还请适可而止 一位长老 以命谢罪 还不够吗 若你还不肯 善罢甘休 广陵仙门 也只能在这里 和你同归于尽 只是为了一个徒弟 何必呢 你说的也对 玉莲毕竟才败我为师 那么 原不原谅你 还是削游他自己断绝吧 啊 啊 不 如今你的仇人 就在面前 你来把他们 都灭了 啊 可师父 他们的胸围都比我高呀 而我才 你已经领悟了我几分建议 我说你能你就能 去吧 有些仇 确实还是自己亲手抱得好 今日 只要有人 能在接下来决斗里 正是我徒弟 我保证 不会对他出手 如何 虽然手上的剑 是把绝世宝剑 但此女 连金丹都不是 前辈 此话当真 自然当真 去吧 玉莲 尊密 世尊 广陵仙门 我孙家的血仇 你们休想一笔带过 今日 就由我亲自来报 区区小卫 大言不惭 若不是你攀上了靠山 老夫早就 女妻子 在 去 捅他决斗 遵命 孙玉莲 别以为你拿着一把神剑 有人给你撑腰 就能 好快的 废话真多 简直到 徒弟孙玉莲 击溃 助击秀氏 获得 四百点 监狱值 玉莲拿着人头 也算分啊 不算不算 剑腻 确实了得 但 修为连金丹都不是 三长老 请吩咐 击败此女 但切记 给她留一条命 虽说此人 信誓旦旦 绝不插手决斗 但 就怕她之后 以我们灭她弟子为友 来报复 可恶的家伙 我广陵仙门 何时受过此等屈辱 等这次想办法脱身 日后找到机会 定有此人好看 先费你双手 到时候看你这个师父 还会不会为你这个残废 和我们决斗 还算有几下 可惜到此 这陶梯的剑影 怎么怎么可能 不能 不好 心里不会啊 身体 都不会啊 怎么可能 什么 这 我居然真的战胜了 一个元英旗 可是 为什么 他刚才看上去 像是吓傻了一样 莫非 是师父在暗中住 简直到 土地 随连 月集 击溃 元英修士 获得三千点进一值 师父他真的 好感动啊 那么下一个 是谁 大大老 刚才到底是 不知道 那一剑 虽漂亮 但三大老的实力 明明足以轻松躲过 可 会不会是那家伙暗中 不清楚 但我刚才 没有看见那人 有任何动作 老四 你去试试 记住 这次 尽确力灭了他 不要留守 我 我吗 可是我的实力 连三长老都 三长老 说不定只是大意了 还不快去 你不去 难道要我去吗 你这瘟狗 你后来也是 唐僧小王 居然要为一个人类 和我拼命 你走个屁 我正将 使食物者为好狗 那我今日就替妖狐 灭了你这白类 太小看我了 暗夜灵月 暗夜灵月 这怎么可能 你在看哪里 就凭你 也想要灭我 难道是 暗夜妖王 现在才认出吗 好吧 但老牛真是没想到 堂堂暗夜妖王 居然 别当狗试唤 修炼了不过区区 百余年的小辈 你又知道什么 现在才认出 现在才认出吗 好吧 暗老牛真是没想到 堂堂暗夜妖王 居然 给人当狗试唤 修炼了不过区区 百余年的小辈 你又知道什么 本王没负伤钱 灭你轻而易举 可那能轻而易举 灭了我的天蓬妖王 却 天好 你和广陵仙门的人 勾结在一起干什么 本王根本没兴趣 可孙玉莲如今成了他的徒弟 你还找上门来 就是自取灭王 这就是你给那人当狗的理由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 等于背叛妖祖 现在你还有机会 和我 还有广陵仙门 一起干掉那个人类 我会那个有绝佳 鲁顶滋质的小妞 否则 整个南皇的妖祖 都会知道你背叛的事情 你将自决于妖祖来 本来想饶你一命 但看来 本错不值得活下去 终于轮到你们了 谁先来 不要怕 我已经弄击出他的情况了 这个女人 一定是误出了极为可怕的剑意 所以哪怕修为敌 却能让人的意识和身体 被他的一朝一世 所蕴含的剑意所震慑 但他的剑意还不经济 一会儿你燃烧神魂 直接拼尽全力 那家伙肯定会出手救自己徒弟 而我会拦住他 我们俩化神器的拼命攻击 他应该拦不下 可是 碎玉莲都喊他师父 他岂不是还要更强 我们真的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必须有人活着回去 我明白了 碎玉莲 讨教了 这就是化神器吗 碎玉莲灭强了太多 大大佬 快 我 走 你这个 这事 我有你们 连灰箭都不剩下 震员 已经解决了 主人 哦 辛苦了 另外 叫我先生就好 一个大男人喊我主人 这有怪怪的 这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一个化神器的自保 居然 就这样被解决了 不对 我现在给逃命才对啊 想跑 不用急了 仅仅是一片树叶 哎呀 真是够狠的啊 连自己门牌的二把手 都用这种手段残害 唐灵仙门 居然还被人当作迷门正牌 你 到底是什么人 这样的实力 修行剑不可能没有你的一点迷神 可你这种小人 没什么可说的 雨莲 报仇吧 是你魔魔妖王 太好了 说不定我还有救 妖王爷下 在这里啊 狗子没法攻呢 快救我 救 糟了 一不小心被这家伙逃到这儿 那家伙一会儿不会又以为我没办好事折腾我吧 抓索玉莲不是我的主意啊 都是那可恶的妖王胁迫我干的 我是为了广灵仙门才不得不替他办事的 你个无耻人类 我可没逼你 是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我合作的 啊 饶我一命吧 饶我一命吧 我真的当初没有下令灭你全家 不 别听他的 就是他下令灭你全家的 我才是不知情的那个 那是 我的家人 这一定向你们求饶了吧 可你给他们机会了吧 爹娘 还有大家 今日我替你们报仇了 替你们报仇了 好了 师父 不够 大仇得报 结果你的我还很长呢 那么接下来 饶我一命 我愿捕手成臣 给你们做牛做马 解决了 牛腰王的肉大补 这根腰王牛爪 已经滴普通牛腰好吃太多了 不知道牛排什么口感 快准狠 不错 若没有师尊暗中助我 复仇之事 定没这么容易 大仇得报 今后定当为师尊 马首是瞻 师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就不用了 回师给你们做一锅烤牛肉串 下锅 起火 开始肉串 哎呀 真香啊 师哥 人参果好像长大了一些 哦 西游记里面 人参果可是神果 温一下就能活三千六百岁 吃一个就能活四万七千年 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夸张 但好歹是神果 在这幅世界 怎么着都能增加点羞 西游记里面 人参果可是神果 温一下就能活三千六百岁 吃一个就能活四万七千年 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夸张 但好歹是神果 在这幅世界 怎么着都能增加点羞维吧 味道鲜味之多味甜 不过感觉没有增加什么羞维啊 果然毕竟不是真的 人参果树 壮其量也就是好吃的水果罢了 你们先吃 我去外面看看 这位施主 请问此乃何地呀 老夫在此迷路了 这是什么破眼计 什么人都能迷路到南荒谷欲来 各路妖怪 改吃素的了不成 老爷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家住哪里 几口人 老夫名叫宋云 就一普通农民 农民 你们这种实惠高人 就是老不正经 能不能别装成一副 普通农民的模样忽悠人呢 我们高开饭 接来了 那就进来喝杯水 吃点东西吧 进去 还是免了吧 别的修宪者 哪一个不是高高在上的 这老头 怎么横看树看 就是个农民的模样 你住在这里 难道就不怕被妖怪盯上吗 有妖怪盯上我 才好 来这的妖怪 不是给烤了 就是给断了 也只有我是大铁 获了狗命一条 这里可是南荒 敢肆意惹妖怪 难道此人 真的是隐时高人 此人居然没有任何灵力波动 还得试探试探 小伙子既然这么有心 给老头子我一杯水吧 宋老头 不知您想喝点什么 老小走南闯北 什么玉叶穷浆都喝过了 随便就行 这表情真让人不爽 你是来装十三的吧 既然这样 那咱们今天就别喝茶了 喝点有意思的吧 这可是我用各种水果和极品灵 要尿造出来的灵酒 看好了你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就你这小家伙 也好意思在老朽面前炫耀宝物 这 这是什么酒啊 净品酒香就已经让人陶醉了 不就装十三嘛 谁也不会了 这小子居然有堪比仙娘的美酒 传说中 修仙界曾经出现过四大仙娘 分别是酒香灵酒 红丧仙酒 红罗仙酒 红尘仪涨清 每一种仙酒 都可以快速提升修为 甚至进行突破 这美酒若是拿出去 随便一杯都可以换到各仙门的真宗之宝 冷静 一定要冷静 绝对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 用茶在化身体巅峰多年的瓶颈 居然突破了 鲜酒绝对是堪比四大仙娘的鲜酒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看似普通人 可是拿出来的东西却如此惊人 不行 我不能给他比下去 小兄弟 给你看个宝贝 真要看你夸赛的宝贝了 你且看看我这果子如何 果子 干嘛半天不就是一粒芝麻 就这东西 别好意思拿出来炫耀 此仙果 可是我闯入成仙地 拼了老命才得到的圣果 这人这么震惊 也是情力至终 怎么样 小兄弟 想不想要啊 就这 这东西我想吃 以前可是能吃到痛 什么 这可是玉髓神果 你当这是大白菜 以前还吃到痛 吹牛皮不带这样吹的 也对 虽说这是修仙世界 可也毕竟是古代 听说古时杨贵妃想吃颗新鲜荔枝 都得不远万里送去的 好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的玉髓仙果 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 比得上我的仙果 你的水果 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懒大街了 罢了 今天带你见见世面吧 老夫走遍整个修仙界 还有什么世面未见 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 这 这里是 里面居然别有洞天 里面一片灌木 都是西式真品 那不是 竟然是传说中的人神仙果 老夫今天竟能有这等奇遇 何人擅闯 居然是修成仙灵的人神果属灵 老夫方才鬼迷心窍 失礼了 还望海量 主人 不 先生 这家伙方才不问你 就想偷摘果子 要怎么处理 什么 实力至少杜杰奇的仙灵 居然向这小子行礼 还尊称他为主人 随手都能拿出鲜酒 连仙人都要称他为主 难道他是天仙 或者是更高的仙主 什么了 又来一个兔包子 喂 松老头 你装什么肚子呢 饿了 走不动路了 你以为就是修仙高手 却非要装成奴米 行吧 看你这么喜欢水果 给你摘一个吧 喂 松老头 你装什么肚子呢 饿了 走不动路了 你以为就是修仙高手 却非要装成奴米 行吧 看你这么喜欢水果 你摘一个吧 你 你 你居然要把圣果给我 就一普通果子 看吧 你几个 这 这可是能增加寿元的人生果呀 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有监狱子 我是真的不缺这些东西 而且 我也不能修炼 只能尝尝味道 不是什么 稀罕的东西 这是神果 传说中吃一颗 就能增加四万年寿颜的 无上神果 你的苗 当神果是大白菜呀 不能走出无敌建狱 孙玉莲实力不足 让狗子出去我也不安 叶琪这家伙 不就是最好的劳动力 不过 得让这装农民的老家伙 心甘情愿 算了 看你这样子 直接收下也心里不安 那你就帮我跑腿吧 恭敬不如从命 请您开口试下 你竟是神果呀 这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才能得到这种机缘 像是这种绝世大佬 说是跑腿 但也绝对不容易做到 不用这么严肃 只是让你 帮我弄个两百斤猪肉来 毕竟 你看我养了只狗子 也不容易 狗 养了只狗子 这这这 这居然是一只妖王 他居然把一只 堪臂分神境的妖王 当狗养 仙人 那或许 这又可能是 游玩凡尘的仙人 我真是仙人 那刚才说的跑腿 或许不是简单的 买两百斤猪肉 毕竟这可是换取人生果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或许这是上线对我的考验 若能通过考验 上线或许就能赐予我 天大的机缘 未未 宋老头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还嫌贵吗 不好 上线对我犹豫不满 再犹豫下去 就要错过这桩绝石机缘 我得站好队 效忠上线 先生大恩 老朽 莫尺难忘 我送云再次立誓 若先生有任何差遣 老朽甘愿 小圈马之劳 万死不辞 七家伙 是能补了什么吧 那你去吧 是 没问题吧 既然这是对我的考验 那我必须给上线 玩得漂漂亮亮 上线要的猪肉 又岂能是普通的猪肉 这要下去不行啊 从宋老头离开开始算 都三天了 都没人自己上门 给我加剑语职啊 如果没有剑语职 我自己不能修炼 就只能在这 不过半径五百五十米的 范围内活动啊 而且获取物资也不方便啊 别人把我当饮食大佬 但我实际上 只是一个还需要三三饮食的凡人呀 这让我去哪儿搞物资啊 狗子实力倒是不错 实现表现得也蛮忠心的 不过这家伙毕竟是妖王 我有些不太放心 让他去人类城市 这妮子虽然在大仇得爆后 就一直修炼动力十足 修炼进展也很快 但还是实力太低了呀 所以就不能有啥办法 吸引人来找打吗 什么妖王妖神的我不挑 原因化神也行啊 我希望 不会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吧 有人 那是 这些灵气居然如此充沛 还是三处吧 这是什么地方啊 文艺 不单单是充沛而有 没想到来这南荒 还能遇上如此精力 灵气的浓度 已经高到化月了 有意思 走 下去看 等等 那不是张凡吗 张凡 没想到你这小子居然还活着 你这是怎么回事 变成一个凡人了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 居然敢对我师父如此无力 师父 小妞长得不错啊 玩得挺化张凡 不如你喊我师父 我可以教你的更多 这家伙 给我上 慢 师父 我自己来处理 我和他们正好有点渊源 真让我没想到啊 张凡啊 我还以为你从中门狼狈逃离后 已经葬身这南荒之中了 还能在南荒这种环境下 替我攒下这么多灵草仙药 还找到这么一个娇怒的女孩子 我得好好感谢你啊 我的张凡师弟 盼离宗门前给我留下机缘 来到南荒也想着我 给我准备好这么多好东西 来人 我说 也一件宗有名的废物公子 和你爷爷大长老 同为宗门支持的文艺大公子 你是不是忘了 以前的你是怎么被我教训的 我的手啊 所有人给我上 反正少爷给我干掉他 你是不是忘了 以前的你是怎么被我教训的 我的手啊 所有人给我上 我敢上少爷 给我干掉他 给我抓活的 我要千刀万夸了他 去 击费一个 助击行事 这一只家 击击点 击费一个助击 那是顶级的神剑 等等 此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此时是我们演义剑中的那部事情 与你有什么 敢侮辱我师父 还想伤人 你和我说这是误会 我可带一下吧 你无太事 别以为上的一柄神剑就能打败我 我坚持一下 我苦生了五十年的千眼剑 怎么可能 什么 我的文大少爷 现在还嚣张吗 我错了 我错了 算了 我大人有大量 你给我磕一百个头 我就让玉莲搞你一命 一百个 对不起 让我一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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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的表情啊 他不会又要 对不起 让我一命 算了 你滚吧 先放我一马 没长耳朵呢 我师父说让你滚 没让你走 张凡 还有那个可恶的女人 你给我等着 等我爷爷来 你们就是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也不会饶过你们 特妙的 我一条狗 都能猜到这小子想干什么了 人类是不是大多数脑子都有坑啊 就看不出来这家伙 拔不得你带人来嘛 人类修仙的 不然一个个都是内心 恶臭的家伙 中午云现在还是学乏人手啊 嗯 我不能出鉴域范围 不然就是一个凡人 而玉莲就算修炼体质不凡 但毕竟修炼时间过短 否则要看家护月 不过 虽然我不能出鉴域范围 但我可以考虑 招人替我出去办事 嗯 对于这个世界的修炼丰门来讲 我这里就是一片仙子 所谓动物天福地 都比不上我这里 之前给我从来不合肥的圣剑们 还不错 也一见踪力 我师父他们那一脉 也还行吧 其他还有谁呢 唉 凑我穿越到这个世界 也不过几年 接触的人脉还不够多呀 嗯 院外有动静 先跟我去看看 这也是故事吧 你也跟上去看看呀 这不愧是人还我 你个贼老鹿 这是信任你这老东西的邪 全面你口中所谓的小小猪幽 你要是不谈我口中的仙人机缘 我怎么说的动你 我分享你机缘 你还怪我吗 宗爷爷 嗯 剑 剑道体 想到 是我能动着剑道体 这已经被激发 而不是隐秘不见 小姑娘 你愿意跟着我修炼 做我的弟子吗 看得出来 这位绝世强者 不过 这位前辈 还是先关关你身上的伤势吧 保护伤势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这万年难见的天赋 抢你了还 去你了 四老头 你着打呀 我从净场 孙小姐 我这朋友就已想下小地图 每天我失眠 你不要生气啊 你才着打 这位小姑娘的师父 就是我口中的那位仙人 你和仙人抢弟子 是嫌自己的天洁 来得太晚吗 还是仙人的弟子 也难怪小姑娘 就有这修为了 不愧是仙人的高通 那个 两位前辈 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 先处理自己身上的伤势吗 对对 先生在里面吗 事不相瞒 老头我此行是来警罪的 警罪 什么情况这是 一副狼狈样 还带了个高手 我去 我这是让他帮我买点猪肉 结果怎么变成了这样 创进猪腰窝 也没这么惨吧 老爷子 您这是咋了 先生给了我神果 我本想帮先生您弄点猪腰肉回来 本以为和我这老朋友一同出手 便可受到情癌 没想到居然失了手 腰肉 看来少先生没有生气啊 这样就好 要好上我就和老黄再去一次 老爷子 你这一把年纪就别折腾了 我说怎么这位老爷子 帮我买个猪肉 这么多天都没回来 赶紧他这是想太多 搞事情去了呀 让先生你失望了 不过先生放心 我和这个老顾兄 只好会再去找猪腰 一定帮先生您弄回好吃的猪 不小心太中了 帮你弄的 算了 怎么这样子 还是先帮你们治伤吧 这是之前广灵仙门那群修饰身上 弄来的战略品 不过是普通的疗伤丹药 如果我用无敌剑狱的力量的话 这是之前广灵仙门那群修饰身上 弄来的战略品 不过是普通的疗伤丹药 如果我用无敌剑狱的力量的话 你们俩 也不要疗伤吧 谢谢人 这果然是仙丹哪 单单是恢复了伤势 我以前的陈年暗伤也都好了吗 我觉得也排除了身体的部分杂质 死质好像也提升了不少 多谢先生 多亏先生的仙丹 我俩伤势还能转眼就恢复 仙丹 这只是 算了 回复就好 今天这是怎么了 外面总是传来这种巨像声 不过是那只猪妖 一路跟着我俩到上仙这边来了吧 好强大的妖妖 这甚至是妖黄了 可这陌生的气息 来的是哪位 安静给我滚出来 两个老色魔 哦 色魔 他们 我听到西域修仙者有一种邪术 黑力有妖怪 菜鹰不扬 提升修为 这两个老托莫不是 那个 两位老爷子 你们是不是对着猪妖 做了什么 先生 你把我们当什么人 我俩怎么说 都是个化神大书士 再怎么着 也不至于 对一个猪妖 做什么呀 哦 这倒也是 说不定这两号这口啊 麻烦系已经双修了解一下 不 老爷子 你之前说的猪妖 该不会 就是外面那只吧 就是它 本来只是一只普通的猪妖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却觉醒天赋神通 而且颇为厉害 也许 和前不久的破天世界有关 自从天空被打破后 近段时间天地灵气 似乎增加了不少 不少地方都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世界 如果说就谁都不知道那个顶 是我打下来的 那是一只山康 虽然有传闻说 山康一族是神界一个神灵的后裔 不过我记得 山康一族其实就和普通猪妖差不多 没啥特意 就是吃起来 味道比普通猪妖好吃 吃吃吃你们就知道吃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你们怎么不做个饭桶啊 我们刚刚是被猪妖骂饭桶 先生 这头猪妖有那么点与众不同 他比较会骂人 比较会骂人 我说俩老头好歹也是 化神修士 怎么会躲到凡人庄园里 还是个小年轻 你们还要脸不 我也的确不要脸 直接闯进我家 打扰我和我老婆们反眼后盼 你们要不叫我怎么修炼的 能脸皮比我住以后 你这畜生 我要休战 两个老婆秀 上次你们偷看我和我老婆们 生小猪崽 现在又搞偷袭 说你们是不是没吃饱饭啊 我忘了 就你们这教养 肯定从小一个人生活吧 混混账啊 来吧 主人 这只山康恐怕据醒了某种天赋神通 我有点好奇他的天赋神通 到底是那一身刀枪不入的猪皮 还是他那张嘴啊 两只从外迁出时间太长了 他才这么勇气无力 混账 我听别的妖说起过 山康一族相比别的妖怪 比起大家更擅长吵架 但我没想到居然这么擅长 但是山康的防御也太夸张了吧 两个化神大修士居然破不了他的防 哪怕是天赋神通 这猪肚也不得离谱吧 大概是之前那个老头 说的觉醒血脉吧 我记得已经听别的妖说过 山康的体内有妖神的血脉 静下我的哀怨体呀 感觉这俩撑不了多久 不然也不会一开始就被撵回来了 不行 看来还得我出吗 但剑狱目前只笼罩中原和小半个山头 抽腰的位置很尴尬呀 正好在边缘外 师父 让我去帮两个老前辈吧 不急 和他耍耍 狗子 去 给那山康留耳光 把他勾引过来 就会使坏人 不对 使坏狗 混账主要 仙人现在一定在比喻咱们俩 咱们不能再这么丢人现眼下去了 不能留守了 我出去 大人都没力气 还敢说自己是修饰 可以 接我们这招看看 这是 阿封龙脉 什么 嘿嘿嘿 嘿嘿 开玩笑的 哈 这 无痛无痒 阿封龙脉是吗 我能给你们 开玩笑的 无痛无痒 阿封龙脉是吗 我还给你们 不可能 就这 行不行啊 我看你俩老头 就是来碰分的 这皮也太厚了吧 哪个不用脸的偷袭我 还摇我屁股 嘿嘿嘿 你这猪腰几天被洗澡了 真的臭 害我满口的猪梢味 这一个妖王 居然搞背后通袭 还给人做狗 你还要凉吗 终于上钩了 怎么回事 这狗就找了一个普通凡人 莫非有鬼 对不起啊 莫非就是你俩老流氓找的靠山 也许我该守卫谨慎些 来呀 嘿嘿 问这东西 我今天非炖了你吃狗肉不可 就此现在 这 是我祖传的最强防御天赋 化身都过不了 什么 这 这么可能 这可是我在无尽南黄大山中 一路横行霸道的防御天赋啊 寻常扰黄童拿一匹敌 居然一击中 对不起我错了 我的主人 伟大的主人 就饶过你可怜的宠物吧 这 还好我能身能屈 不然我今天就变成烤猪了 不愧是上仙 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击破的防御 上仙居然随手就能击破 这条大腿咱们真是报对了 刚刚说我给人做稿 那你这甚至还觉醒了血脉神通的腰王呢 怎么也不要脸了 我倒是之前没有认出我的主人在这里啊 是我离开主人宁的时间太久了 主人 俺老猪想死你了 咱俩大腿还没包上 这猪妖先包上了 臭妖妖 岂有此理 恶心死狗了 这猪妖 面皮真厚 哎呀 这世道真是变了 连猪都比有的人更有眼力见 不过 你得给我个不宰了你吃肉的理由 就是 我能给主人看家护院 你这猪留下 臭了能造饭还能干什么 要我说 不如还是宰了做烤肉吧 俺啥都能干 俺老猪当年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俊小猪 穿地 打洞 松土 搬货 俺啥都能干 而且保证干得又快又好 多个苦力倒也不错 不过 更重要的是 这家伙嘴破毒蛇能力一流 又不容易被打死 说不定 正好可以我去监狱外 信仇恨 行 那你就留下来吧 我给你找个地方打窝 谢主人 这 这庄园简直就和仙境一样 到处都是灵草仙药 甚至还有神谷 大惊小怪 我说这狗妖王怎么会甘心给人当狗了 这要是能天天吃灵草仙药 换我也愿意做狗 猪人 俺老猪就一粗人 哦不对 粗妖 猪这儿 岂不是玷污了这片洞天浮地 更何况 您早上起来巡视花园 要是看见我一头猪 在这乱拱 那多煞风景啊 您卑微的仆人 只求在庄园外挖个坑洞就可以了 这猪爷太不要脸了 不管怎么看 还是忍不住想说 这只猪妖师真的不要脸呢 确实不要脸 不然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吃红烧肉了 抱歉先生 是我俩办事不力 担搁先生想口服了 没事没事 我本身就是嘴馋了 让你们搞点普通猪肉 没想到你们俩脑爷子 不许南方大师生气 惹了这猪妖出来 先生放心 我们这次一定会办好 你们这次别再曲解我的意 不能再让先生失望了 不然我们的成仙机缘就没有了 这两位老爷子真的是急性子 算了 玉莲你继续修炼 狗子你盯着山坑干活 我先睡个午觉 老虎你回去就把你的那些孙子孙女带上 也好在上仙面前讨个面熟 懒衣 对吗 你也带上你的头子头孙们 有一个像孙小姐那样就好 我们这次一定要办得漂漂亮亮的 那似乎是眼衣剑宗的人 眼衣剑宗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出山门 看他们去的方向 好像是上仙庄园所在的方向 那似乎是眼衣剑宗的人 眼衣剑宗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出山门 看他们去的方向 好像是上仙庄园所在的方向 有上仙在谁敢闹事 可能只是同方向而已 也是 不过要是眼衣剑宗人的上仙 倒也是我的一个机会 在上仙面前表现表现 爷爷 那小子就在这里 张凡那小子 不知道怎么哄骗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女先凶 在庄园里保护他 你放心 爷爷一定给你报仇 所有人 包围住这个庄园 这只鸟都不能给我飞出去 不算命 大大楼 到时候 我一定要让张凡那小子跪在我面前 那一定 我还会让那个伤你的女娃子给你暖床 搜花庄园里所有的灵药 看能不能让你的断术重生 又是你们 天衣剑宗的败类 上次饶过你们 这才敢来 就是你这小姑娘打伤了我孙儿 年纪轻轻 下属居然如此呆土 我师父留你那狗孙子一条狗命 没想到你这狗爷爷 居然又送上门来 真是自取灭亡 放肆 小心 我说 老家伙 大爷我刚来了一颗大便 嘿 简直就是照镜子 这大便可真像你啊 你这无耻的妖泪 是是是 你这人足大修士 哦 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记性不好 怎么又把你当人看了 你 你 早给我动手 简直 让人找打猪妖 见谁想得罪我们演艺剑宗的下场 本事不大 口气挺大 你这是刚从厕所出来 没擦嘴吧 来吧 一群不像我从小有妈妈叫人的崽子们 看队玉莲小姐出手 你们真是胆大 别跑 见屁 娇虫小技 这两日 是妖王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张无凡那小子身边 居然还有妖王 我也不知道 我上次来不知道有妖王 而且那小子 怎么可能能指挥得动妖王啊 回去 等我好好收拾你 骑打阵 就算你是妖王 我用武器也能打得下 我演艺剑宗 你们这南方靠的就是剑阵 你们演艺按摩宗这剑阵 按摩的的确舒服 我也不能落后于这只猪腰 不然等会主人要说了 怎么可能会连这只猪腰的皮都破不了 不认识 疯什么 所有弟子运转功法 有老夫只会 名利会入剑阵 师傅 这群演艺剑宗的人又来了 不妨 我等的就是他来 你 那是妖王 这 这不好像玩大了 要不跑路 什么时候 我这刚认的主人也太阴了 一手不够的 狗狗 老猪我先上了 我随后跟上 你冲 守住吧 老子是山城 狗上可是神 好机会 你们觉得老狗会这么没经验吗 既然如此 老唐 看来你的确不怎么聪明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给我 忠然 我这次可亏大了 得好好捂一下身体了 不错不错 我会好好赏赐你的 还有狗子 你也干得漂亮 哟 大长老 好久不见呀 要我请你下来坐坐吗 哼 小子 你和妖怪勾结 残害同门 我会回去禀报宗主 让你割出宗门 救灭你 那你也得回得去才行啊 目标进入 无敌监狱范围 可就地处决 等一下 要不要放他们回去 再带来些经验 算了 宗主和其他长老 人还是不错的 在叶仪剑宗 做弟子的那段时间 也算不错 嗯 你们 还是留下吧 想死吧 哎呀 又是一波大丰收啊 消灭一个 出窍境界的敌人 获得剑狱值 你们这段时间 表现不错 既然 你们都车速 为主了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多谢主人 然后 正是你们这次 帮我教训 演艺剑宗的奖励 我 我的血脉 在被沉默 我的也是 主人 我的天赋神通 好像变得更强了 啊 主人 我也崛起了一个 天赋神通 一直羡慕着 猪妖的血脉天赋神通 虽然这次 它的天赋神通 加强了 但现在我也有了 哎 你们 多转视一下 一直羡慕着 中央的血脉天赋神通 虽然这次 它的天赋神通 加强了 但现在我也有了 哎 你们 多转视一下 我新的天赋神通 可以操控土了 哈哈 怎么要 主人 到时候 再和别人打架 老是我一招手 就是正义的围物 好强啊 真好 这么强大的实力 肯定能帮上 师父很多忙 哼 看来有这头猪仔 再也不用担心 苦力的问题了 嘿嘿 不压着你 我都不好意思了 主人 你看我的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子没光了 孙玉莲小姐 别怕 是我的天赋神通 以前吸收光源 只是单体释放的幻觉 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 吞噬周边光芒 可以限制群体视野 好棒 我的天赋神通 还有另一个效果 嘿嘿 就是像这样 潜入到影子里 无法看到我 嘿嘿 这个就是在妖族中 独霸一方的妖王吗 狗主人 我能求你一件事情吗 有话快说 别在我面前 做出这副姿态 狗 我想回去一趟 把我老婆们和孩子们 都接到主人您这边来 我自己不能出去 本来就想着找一群人 来替我抛腿 可以啊 狗子 你也可以 去把你的族人带来 狗主人 家人 哎 你师父我 就是你的家人 哦 嗯 还有我们 也是你的家人 嗯 啊 就这样吧 你们去 把你们族人带来吧 好嘞 哇哇 等一下 前面有东京 怎么在南光大山 越来越乱 不好 是妖族 是猪妖 师妹们 小心 师父 看来我要让你失望了 你们继续跑呀 好像有人要追上来了 嗯 妖族和我们人族 一直有血潮 为什么这群猪妖 不出手 不对 现在不是思考 这个的时候 师妹们快走 你们跑不了的 万华谷的小妹妹们 嗯 这边怎么还有一群猪妖 别 你们当我们不存在就好 你们打你们的 我们还有事情 老婆还有宰子们 咱们继续赶路 想走 土耳替 既然遇到这群猪妖 今晚我们就享福了 嗯 再几十只小猪仔 拿来做烤乳猪肯定很嫩 嘿嘿嘿 多谢长老婆 嘿嘿 你们真的是年纪不大 却急着吃皮霜 去和你们父母团聚啊 我可担心你们下去之后 你们父母会后悔 那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生出你们这些玩意儿了 嗯 你这猪妖是不想活了 你们给我浪费干嘛 赶紧给我把这群猪妖 给我灭了 这是去芝麻地里 撒黄豆的杂交种 是不能打牙去 张嘴就是臭气 你给我去找你们的家人 一起开席去吧 等等 别放逼 什么时候 敢得度和你胡动 我要把你剥皮抽筋 什么 这里是小狗咬月亮 真是天高地高 你刚刚说什么 谁要月亮 有两个要我 快跑 我啥都没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没注意 你就和人中凶事打起来了 是最近小姑娘被围剿 正好被我撞上 本来不想出手 结果那群宰主 非要惹我 我本想跟着主人 修身养性的 看来 不单单是修身戒乱了 这大山里的妖族都乱了 能被两个妖王 喊主人的存在 得多恐怖 那这群人怎么说 把他们放在这囊框里 估计也会没命 要不带回去问问主人 毕竟主人也是人族 也行 他们的主人是人族修士 或许 我可以利用这点 先寻找庇护 再趁机将消息告知宗门 多谢两位妖王 伸手援助 我是万花骨针船弟子 我们愿意跟随妖王 你们一起走 那就跟我来 什么情况 这这这 诸文 是新女孩 是你老婆孩子 诸文 你说看不起我老猪吗 我怎么看不起你了 就他们这种马杆身材 丑八怪一样的外貌 我老猪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们 那你喜欢啥样的 我有些好奇啊 这里都看不上 那你的老婆们是啥样的 那边才是我的老婆和孩子们 爸爸你在这里啊 爸爸 爸爸 老猪 你高兴 等等我吗 走 跟我进屋 那边才是我的老婆和孩子们 爸爸 你在这里啊 爸爸 爸爸 老猪 高兴 等等我吗 走 跟我进屋 满满的身材 天线一般的如貌 才能是我满出眼 算了算了 所以这群女修士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了 看来大山外面的修真剑 已经非常乱了呀 争斗都波及到南荒中了 所以你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是是 我和狗子商量了一下 我觉得这群女人虽然走了点 但是伺候主人你还是可以的 还能给你跳个舞吹个曲儿 师傅才不要他们伺候 师傅有我服饰就够了 跳舞 跳舞我也可以学 云莲小姐 老猪 老猪不是想让他们来和你抢主人 完了 我等尊小姐了 云莲小姐 不会给主人打小报告 给我穿小鞋吧 那个 小姐 我们只是想暂时寻求一段时间的庇护 我们已经通告走门 到时必有后报 不过 大概 这位能被两个妖王 侍奉的影视强者 也看不上我们万花谷的 报仇吧 报仇就算了吧 反正庄园够大 男活也不安全 你们留着吧 不得不说 这群万花谷弟子真的好看 一个个气质还都那么好 有点心动 他们会像起舞的样子 那 我们好像报答救命之恩的办法 还真只能坐月起舞了 姐妹们 谨遵事皆指示 师父 我也会学怎么跳舞的 我真的不是想看 但话说回来 我手下救了他们 想看点好看的怎么了 接着动月 接着舞 不愧是以琴棋书画 和医术丹业文明修正界的万花谷 哎呀 山坑们把院子整了也可以啊 这里的林草好丰富 真的就像桃园仙境一样 真好听 真好看 我明白公兰听曲的爽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有两拨修士在打斗 这群人真烦 就不能让老猪我老婆热扛头 好好过玩这辈子吗 臭肥猪脱家带狗之后 就胸无大致懒懒散散 我可得跟着主人好好表现 到时候成为妖神妖仙 只日可待 那个 那阴云好像在我这边来 好像真的在往这边来 哦 有人掉下来了 我的牛鼻子 等我师兄弟们来了 就把你骨灰动扬了 看我竟然发现了一块 充满灵气的仙徒 这么多灵药 居然还有神果 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小娘子 希望老子可以好好地爽一下了 兄弟 你没事吧 三大郎 你没事就好 大爷我非但没事 还找到一块宝地 小的们 骗我都抢回去 一块肚子别给我留下 大胆 二朗蛮族 是当我玄清法宗无人风 光天化日 哪来的光天化日 你们这些玄清法宗的牛鼻子 抬头看看 漫天都是你们这群牛鼻子 施展法术招来的雷云 哼 你们蛮族修士 不懂天道 势力修士 只能抢进凡人的东西 你用 你用我们先抢 大师兄 我等正道修士 以保护六道众生为几人 岂能容你们在我们眼前犯下罪恶 你看看你都保护了什么 你们打了你的瞄准点吗 我刚进的墙啊 还有这更黑客的牛鼻 师兄 看来这宝地棉花有主了 好可惜啊 那个 我们也无法完全控制雷法的落点 毕竟我们多靠法阵和法器来放大雷法的攻击 小兄弟 你放心 你的损失 我们玄清法宗会赔 赔偿 你们好像把宗帽卖的也赔不起啊 算了 这种憨惑 还是不跟他计较了 不过这些蛮族修士 你们准备怎么赔偿 赔偿 我都满身即将醒来 你们不乖乖献上纪礼 还想要赔偿 破坏了我的屋子 坏了我的灵药 还想抢我东西 不把你们变成我的剑狱池 我就不用活了 师父 这些狂妄之辈让我来动手 玉莲小姐 还是让我们来吧 毕竟我和这肥猪才是看家护院的 今天有些失职了 又开工了 老婆孩子都带过来了 总得好好表现表现 玉莲小姐 还是让我们来吧 毕竟我和这肥猪才是看家护院的 今天有些失职了 又开工了 老婆孩子都带过来了 总得好好表现表现 快 这是 漂亮 这小庄云 全有两位妖王 这两位竟然 还是这年轻人的普从 喂 你们下来 我问你们一点事情 你们玄清法宗 我记得不再难慌 怎么和人打架 打到这么深的地方来 啊 前辈引修大神有所不知 我们今日不小心冒犯前辈 是因为 瓶杠破碎 界外灵气流入 不少老前辈 有了突破 都重新出事 还有以新之辈 企图挑起正魔两道大战 这样整个修真剑 纷乱四起 啊 我灯通那一剑 影响这么大的吗 三日前 正道之牛儿者 太上宗 召集我等正道宗门 去三青山 上岛寻找 九州顶重启阵法 以及镇压动乱之事 为了这件大事 师门命我等 出山魔力的同时 清理妖魔邪道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们也是为了正义 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走吧 那我们这就离开 去追杀那群 侥幸逃离的蛮族修饰 不打扰前辈了 既然是我当初惹出来的麻烦 让这个世界变得动乱 我就应该负责 不过 无法离开无敌剑狱范围 得好好想个办法出来 什么 南红大山中出现了仙境 没想到鬼哭宗的废物们 找到的还真是仙境 看来本孙这部骨头家属 也该动一动啊 不管是不是真的新人 我们先邀请对方 还参加大会吧 去通知所有长老和弟子 请出我们镇宗之宝 仙境必定是我们鬼哭洞的 随我来 请那块仙境碎片献给祖神 哎呀 我派的歌舞前辈可满意 哎呀 太满意了 先生 大师不好了 孙老头 怎么了 你俩这么着急 话说后面 那是你们的后辈 老头子我 把两个儿子和孙子孙女 都带过来了 老黄那家伙 只带了孙子孙女和外孙子外孙女来 先生 您这庄园利诱灵草心药 还有神过书的事情 已经传遍整个天云大陆了 哦 那又怎么样 意味着 这里被那些大宗门 和必是修炼的老不死们看上 我和老宋来的路上 就已经听闻 有不少宗门和一些老古董 朝着公子您这边而来 哦 真有那么多势力过来 我可真的有些等不及了 哦 哦 那个 先生 您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先生实力强大 自然不怕那些渣子 不过我担心 他们会打扰先生的隐秀 让这里不再安宁 嗯 这倒是一个问题 我早就在苦恼 没有经验扩大剑狱范围了 虽然现在 扩大剑狱越来越难 不过 良胜于物吧 哦 这个等以后再说吧 山康 你帮老宋他们 安排一下住处 对了 不过 一直这么下去 吸引金燕宝宝过来 也确实不是个事 要是这剑狱能搬动就好了 蛮族修士和这群魔道修士 果然不安稳了 还有鬼哭嘟 师父 你看 哎呦 这不是蛮族的鸡肉笨蛋吗 你们这群夺洞里的骷髅 出来不怕被太阳晒成灰吗 我只奔着仙境来 不过 多一具蛮族大修士的尸体收藏 我也非常乐意 一群蛮子和魔道 在这说出狂妄之语 宝屋有德者居致 我说你们 当着主人的面 这样开口 真的好吗 当时我的面吹牛 真是一点不帮我放眼里 看来 不过是仗着有两个妖王庇护的凡人而已 正好拿你这座仙境庄园 给我们鬼哭洞做陪礼 仙境 的确是仙境 这充沛的灵机 这闪烁着耀眼宝光的仙树神果 马上就要是我蛮族囊中之物了 这等洞天伏地 怎能落入你们这些不修正道的人手中 小兄弟你莫慌 我天剑阁在此 就容不得这些人伤害到你 这等洞天伏地 怎能落入你们这些不修正道的人手中 小兄弟你莫慌 我天剑阁在此 就容不得这些人伤害到你 道貌碍然的老东西 还不是让别人加入你们宗门 以保护的名义 霸占别人的东西 小兄弟们 我们鬼窟洞行事无所顾及 你们走入上 万剑仙门帝子听令 剿灭鬼窟洞这群邪道妖魔 不天云大陆万众生灵 这群混账窟窿架杂 小兄弟们 将面前这些暗示的家伙 都给我干碎了 抢仙境回去 祭祀祖神 这算啥 在我家门口打架 看都不看我这个主人一眼的吗 公子 需要我和老宋 前去日治他们吗 我们在天云大陆 也算有点明晴 在这些宗门前 有几分薄灭 完了 让他们先打吧 就是有些可惜了 要是这些人都进了我的监狱 让我来宰了 不知道会给我多少监狱池 哈哈哈 天剑阁的老顽固和小崽子们 还有你们这群蛮族 你们看看 我鬼哭动的正宗之宝 血魂发 什么事 不好 快撤 哈哈哈 哭了真是下血本了 不过我们蛮族祖神即将苏醒 到时候再打回来就是了 现在不宜伤亡过多 撤 老排骨 这次我蛮族先放你一马 当你给我等着 等我祖祖神复苏 哼 哼 这 哼 看来这片仙境 我万箭门是没法独吞了 下次叫其他正道的盟友来 一起灭了这鬼哭动 这仙境也还有两个妖王 到时候等鬼哭动为妖王 两无虎相动 我才带着弟子来杀个回马枪 哈哈哈 我镇宗法宝面前 这天云大陆谁能挡 等我把这仙境抢到手 用里面的仙药神果突破境界 加上这镇宗之宝试魂帆 我鬼哭动将称霸整个天云大陆 哈哈哈哈 你们几个 带人下去把那边两帮碍事的家伙 赶圆点 剩下的弟子 跟我去下面的仙境 住人 让老虎我来吧 老虎我这几天 吃了喝了就睡 嘿嘿 正有点神养 哈哈哈哈 这位妖王 加入我鬼哭动如何 让你做我鬼哭动的大长老 好 当年我聚集了你母亲 让你长成了这样 你觉得我现在还会答应你吗 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 那我今日就灭了你这猪妖 来啊 我还没被人这样打过 今天俺老虎和你没完 是人救命啊 打猪也要看猪人啊 这鬼哭咱这样打老猪我 是看不起猪人你啊 不去 你又来这套 上行 我俩自从加入您麾下 还从未出过力 我们去帮山康妖王吧 一种小小的庄园里 出了两个妖王 居然还有两个化神大修士 不 你们都别动 就让他过来 现在的我实力还是太弱了 面对这样的大战 还是帮不上师父 有这么多高手要怎样 你们照样无法 后方的声音 怎么了 蛮族和天剑蛾的又回来了 是灰马枪 村长 所有人都不能阻挡我鬼哭动 雄发天下的道路 千鬼缠身 这老骷髅居然之前一直隐藏着实力 该死 亏来早了 这老骨头真阴险 看来这一次只能平一把 还好有天剑蛾的挺着 先进碎片 先要神果 一切都是我的 你们所有人都得跪幅在我的面前 来吧来吧 就差一点点距离了 这鬼玩意儿 马上就能化作我的剑狱纸了 谁 就是 是哪个混蛋偷袭啊 南荒 赵家清场 不想回非天面的 就给我滚 赵家也来了 还不快滚 公子 赵家是南荒修仙世家 实力堪比顶尖宗门 这浮空城可是他们赵家的镇族重器 没想到居然都开到南荒大山中来了 浮空城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啊 既然监狱不能动 那我可以让这座庄园连在下面的整座小山动起来啊 曾老头 这浮空城非常珍贵吗 非常珍贵 虽然小型飞行法器上都有浮空阵法 但最多也就做到像万剑仙门那样的仙舟 或者说 浮空阵法能让一座城池悬浮起来 但无法像这赵家的浮空城一样移动 我听说赵家的浮空城 主要是因为他们城池中心的一颗巨大的浮空晶石 听说是此界独一 那看来我必须得得到这座浮空城的核心 这仙境碎片赵家是分别的 再走别怪我不客气 混账居然被黄雀在后了 现在才登场还真沉得住气 你们现在乖乖交出仙境 我就放你们活着离开 师傅 我们该怎么办 这幅空城怕什么会下来 现在的距离也够不着 不过我出不了剑狱 但是我有办法让剑狱的力量出去 这里还有万花骨的地方 你们识相点自己献出这个仙境碎片吧 当然 我们赵家不是邪魔妖道 几位可以加入我赵家 做我赵家的供奉 又是一个不知道我家主人有多强的蠢货 你这是早上没去茅房那坑里 看你的族人还是忘记照镜子 不知道自己想啥了 一张嘴就一口臭气 你这蠢猪说什么 我本来觉得你只是像我早上在茅房拉的大便 现在看来你脑子里还真的都是 哼 本想饶你们一命 看来你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转世了 给我准备动手 主人 这群人实在太不尊重你了 这是想打我老猪吗 这是在打主人你的脸啊 哦 我倒没觉得我被打脸 我只是有些好奇 要是我不出手 老猪 你准备怎么办 主人 你这是在怀疑我老猪 会带着孩子老婆跑路吗 我山坑一族愿为主人您世代赴汤蹈火 赴汤蹈火 别喝酒烫头就好了 欢懒得对付这种被贪欲迷了眼的人 方老头 你去帮我教训他们吧 这座浮工程让他们给我留下 做赔礼 好精蠢的剑气 这小小的木剑中 竟然蕴含着剑道极致剑意 多谢上仙刺宝 老夫这就去会会他们 来 你们也一人一枚木剑吧 遇到紧急事情 在激发里面剑意好了 现在天鹰大路动了 连我们温花果弟子都会遭遇袭击 或许我可以让师父先作用提借你 赶紧来这里抱紧过的大堂 我的青剑 众人赐予我们木剑 还要让我们提醒修为的意思啊 上仙说了 让你们留下浮工程陪礼道歉 自己离开吧 不过是侥幸得到仙境碎片 靠了几个妖王庇护而已 宋老前辈 你好歹也是华神大修士 就这样任一个小子做上仙 宋前辈 既你是前辈 还请让开 还没有人能挡住我赵家扶空城 而且 那只猪妖用葱笔言语侮辱我赵家 此事必须得解决 行吧 既然如此 奉上先令 赐予你们赵家一个教训 哼 拿着一个小孩玩的木剑当令牌 这宋老前辈不会疯了吧 一柄木剑 笑死我了 这庞伯的剑气 伤人 都使出自己全力阻挡 完了 副功城要掉落了 上仙星山 让你们留下浮空城 可以走了 小爷终于有办法离开这偏僻的南光大山了 师父 我们这是准备做什么呀 师父 我准备把这座庄园和附近的土地做成浮空岛 上仙 你是准备把这座让赵家屹立天云大陆 南荒地区万年的浮空城拆了吗 当然拆了 那是赵家的浮空城 不愧是修真界顶级世家 这 这从浮空城搬出来的丹药宝物 完全可以撑起一个普通门派了 上仙 这就是我们从赵家宝库内搜集到的东西了 嗯 让人把这些东西放进山康挖的宝库吧 然后 帮我把浮空城拆了 把浮空城拆了 上仙 这浮空城不说上面的阵纹和各种静置 就说上面的灵气全也非常珍贵呀 你觉得我缺这点灵气吗 啊 这 既然你俩说浮空城阵纹和静置都很珍贵 那你们研究一下 怎么拆了 给我装到我们庄园下面吧 我们这就研究一下 既然你俩说浮空城阵纹和静置都很珍贵 那你们研究一下 怎么拆了 给我装到我们庄园下面吧 我们这就研究一下 哦 对了 拿着这个 这就算是给你俩 还有你们后辈的报酬了 啊 多谢上仙 你们用心就好 那些丹药只不过是我刚刚从那堆赵家宝库的丹药里随手拿了两瓶 用监狱改良了一下 嘿嘿 上仙 我和老黄 只能把浮空城的一部分阵纹和静置给拆下来 不过浮空晶石和对应阵法都是完好的 这也是我和老宋第一次弄如此珍贵的浮空城 只能感慨浮空晶石不愧是仙宝 而赵家的阵法也的确精妙 好 那今天我们就试试看 老宋你们这段时间努力的成果吧 啊 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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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枉我们两个人 待人没日没夜的研究赵家浮空城阵法 才将浮空城上大部分阵法给完整搬过来 恭喜上仙 摘几枚人生果 再去拿些其他灵果分给大家 是 主人 今天我开心 大家同喜同乐 多谢师父上仙 多谢主人 终于 我终于能离开这片南黄大山了 唉 我现在无敌监狱的范围不够大 不能将整座浮空岛给笼罩在领域内 不然都不用老宋他们 将浮空城上的防御阵法搬过来了 尚仙 我们已经将林草药田和花园都布置好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算我带着师妹们用了万花谷的栽培树 那些药田花园也不像庄园里 哈 这个我来解决 我这庄园是被我用监狱能力改造过 还用了吸壤 肯定不同 尚仙没有怪罪就好 我和师妹们本就是上仙庇护 结果还帮不上上仙一点吗 师父 宋前辈说 防御阵法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呀 嗯 玉莲小姐 是万花谷的江源灵 怎么一直在师父身边 唉 我们一边继续改造浮空岛 一边朝着万花谷前进吧 多谢上仙 我之前发了讯息给师妹 但最近万花谷周边其他宗门都有异动 导致他们暂时过不来 还麻烦上仙您送我们一程 只是顺路而已 正好去一趟太上宗召开的先会 至今为止的麻烦都是我造成的 这枯顶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 但愿其他人知道该如何补救 嗯 如今天下动荡 等到了尊门 我得赶紧让师父和国主他们 和圣经打好关系才行 救命啊 继续跑 让他也享受一下你们的爱好 哈哈哈哈哈哈 师兄 你看那是什么 浮空城 不 不对 这不是赵家的浮空城 这是一座岛 这南荒 不 在天云大陆没有一座浮空岛 上面有人下来了 尊敬 才是你 我今天只想骂人 我又不想为你们这群家伙说话 别那么多废话 主人生 不能让这群没人性的魔道修士 给跑掉一个 简测到宠物山坑 击溃了一名铸鸡修士 获得四百点禁忆值 简测到徒弟孙玉莲 击溃金丹修士 获得一千五百点禁忆值 简测到 嘿嘿嘿嘿 感谢宝衣大哥赵家送到浮空城 让我能走出南荒 不用再坐在庄园里 甘等着敌人上门 给我送简浴池啦 啊 简浴等级提升需要的简浴池太多 还不够啊 我现在先增加范围 将整个浮空岛笼罩在领域内再说 戏头 提升简浴范围 无敌简浴范围已增加二百五十八米 啊 任重而道远啊 师傅 这群混蛋的魔凶 一个都没跑掉 干的不错 玉莲 以后路上遇到此类事情 你就带人去解决掉 正好也可以实战磨练你的简意 弟子明吧 好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吧 啊 浮空城 不对 不是我们赵家的 什么时候南荒出现了一座浮空岛 该死 那个法阵 本明是出自我们赵家之手 谁这么大胆 嘿嘿 果然 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叶草不肥啊 哎呀 我得好好感谢赵家 千里送浮空城 嘿嘿 相信 前方就快到我们外花谷的山门了 还真是 有些舍不得你们 帮了我弄药田 还帮我养了许多花 还炼制了不少丹药 只要上线有需要 以后尽管吩咐我们 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都受伤仙宁的庇护 还得了不少好处 哎 不用这么客气 师傅 你不是带着老宋和那些年轻人 在产间除恶吗 师傅 前面情况不对 好像有魔道宗门在攻打万花谷 宋前辈说对方人很多 而且不止一个宗门 就让我来问问师傅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师傅 前面情况不对 好像有魔道宗门在攻打万花谷 宋前辈说对方人很多 而且不止一个宗门 就让我来问问师傅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什么 师傅被魔道攻打了 我们万花谷为什么会被攻打 上线 能否请你出手 玉莲 你先让山康和狗子过去 情况不对 就先拖延一下 是 师傅 省心 我和两位阳王前辈 他们一同过去 不用 这样不安全 浮宫岛马上就快飞到万花谷了 多谢上线愿意出手帮助我们万花谷 万花谷的小娘子 别在那里面躲着了 快出来和大爷快活 不知道小娘子不能写 混是什么样子 出来吧 美人们 谷主 救援已经都发出去了 但不知道有多少同道能感到 我万花谷一向于事无证 不是玄虎救世 就是和师妹们带着弟子 在谷内奏乐起舞 遭此劫难 看来天命如此啊 师傑 我们和他们拼了吧 我万花谷虽然更擅长医术 但也不是不能手提清风上阵冲锋的 师傑 反正我们还有园林等弟子在外 传承书籍也都藏在了隐秘之处 他们若是能逃过一起 回到谷中 也知道怎么找到宝库 那就召集所有弟子 准备一下吧 我们全力以赴 能送出多少弟子是多少 出来了 出来了 小娘终于出来了 看来他们等不及大爷进去了 你们看 那边是什么 浮空岛 怎么这时候会有浮空岛出现在这里 那家宗门有浮空岛啊 我只知道南荒赵家有一座浮空城 我奉师傅的令 赫令儿等散去 哪来的小姑娘居然敢这样和我们开口 这孩子 是不是不知道我血沙宗在南荒的凶名 那是两只妖王 一只猪 一只狗 看来来的是传说中的仙境碎片之处 几位道友怎么说 我是不信什么仙人的 不过那座浮空岛得注意一下 动手吧 不然我们四家宗门总不能这样散去 出手 要想不想通话 猜不输的人 出手 这是剑气中的剑意 出手之人 难道是因为剑射 怎么 血沙你怕了 放屁 怕个球 别瞅了 我们直接起阵吧 以我们四人的实力 规矩后不用惧怕那不介意 对 一个剑身应该是敌人里最强的了 干掉他就行 被魔器挡下了 怎么会这样 好像有点困难 毕竟玉莲的实力 还只是精淡 直接浮空岛 开路进万花谷吧 正好试一下 浮空岛的威力 多谢伤心 这局人真是 明明玉莲小姐都小小出手警告他们了 他们就这么急着和家人去团聚吗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 开始吧 卓月 即便要用战法攻击了 不要慌 我们匿命中的巴黄逆转阵 最不怕的就是这种攻击 敌人的一切攻击都会被法阵吸收 化为我们的灵气 我来主导法阵尽可能吸引他们攻击 等他们能量耗尽后 咱们就冲上去 抢了这座岛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这攻击怎么还能再接你 这不可能 真快逃啊 看在魔道的份上 拉兄弟一马 去你呀哪 逃 血赞我们 你压得 压了 小明 赶紧收敛气息 我不行了 不怎么又不怎么又 别发现我 教主化了 逃命了 好啊 别向万花固的小娘子们了 外门邪道 休想逃走 我们万花固历派以来 最大的危机就这么度过了 掌门事情 好像是的 不知道岛上是哪个祖门 我们发出的球员中 好像没有哪家有浮空岛 掌门 我们回来了 是圆灵 你们这时候回来 难道那所浮空岛上的道友 是你们请来的救兵 是圣仙 想去参加太上宗的仙门大会 然后 顺路护送我和师妹们回来 没想到 正好铺上魔道 攻打我们万花固 尚仙就出手了 尚仙 圆灵 你说的是近日南荒传闻中的仙境之主 是的 师父 圆灵 你带我去上岛 感谢这位尚仙 好的 师父随我来 其他人快去布置一下 我们得好好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 竹子保佑 别被发现 竹子保佑 别被发现 千万别来搜尸啊 这就是上仙的浮空岛吗 是的 师父 这就是上仙的浮空岛吗 是的 师父 尚仙将近段时间引起修仙界轰动的仙境 做成了浮空岛 上面的阵法和浮空晶石 都来自南荒赵家的浮空城 看来在我们万花固被磨到宗门攻上门的时候 修仙界发生了许多事情呀 明明我们万花固也不算小宗门了 结果面对现在动荡的修仙界 还是无法自保啊 师父 这就是尚仙 万花固掌门李朱宇拜见上仙 多谢上仙愿意对我万花固伸出援手 不用这么郑重 这段时间圆灵和他的师妹们也在灵药和炼丹上 帮了我不少忙 上仙 我听小徒圆灵说 上仙您是准备去参加太上宗举办的仙门大会 然后顺路将圆灵他们送回万花固 是的 那既然路过笔派 为了报答上仙对我万花固的救命之恩 我们在谷内摆宴感谢上仙 不知上仙可否赏脸 那就算了 我该怎么开口解释 我完全不敢走出我监狱的范围啊 有了 咳咳咳 里长们 我听闻太上宗召开仙门大会 是为了修补天云大陆的护戒大阵 作为大陆众生的一员 自然应奉献一份力量 上仙高益 现在修仙界这么动荡 还有太上宗的仙门大会 我万花固被磨到第二次打上门 也不是没可能 上仙 我万花固原本也准备去参加太上宗的仙门大会 可否和上仙您同道而行 那当然可以 而且里长们 你们万花固擅长炼丹 正好可以交流一下 多谢上仙 我这就叫人去准备出行 这里长们怎么这么急 那个里长们 你们万花固这是 你们万花固怎么搞得像是搬家一样 我们万花固一字一结 就明白不能再分散力量 既然要去参加仙门大会 那就一起去吧 不然留守山门的人恐怕会有危险 而这些丹药法器之类的 是我们万花固对上仙您的谢礼 救命之恩无以为榜 只能献上微博之礼 不愧是师徒 什么同道而行 一个两个都想霸着我师父的身边 老宋 你去找个地方让里长们他们住下来 然后我们准备去太上仙 好的上仙 可惜了 只有我和你活下来了 活桃他们竟然就这么没了 没想到传说中的先进之主实力这么强 我们都没见到人就伤亡过半 如今大家都损失惨症 为了报仇 我们就该将力量合作异股 对 我们就参加魔道大会吧 那先进之主咱们对付不了 我不信那些老魔头还对付不了 走 不愧是八大仙门之一的太上宗仙门 天云大陆修行宗门的执牛而扯 这样的修行界盛世 在整个天云大陆历史上 也是非常少见 虽然在我万花谷的典籍中看到光 但还是没有亲眼看到来的震撼呢 太上宗不愧是在八大仙门中 实力最强的三大牌之一 听说几乎所有修仙宗门和世家都来了 师父 那我们什么时候下去啊 以前好歹也是修士的我 也想去参加这大会啊 不过我离开了监狱 就是一个普通凡人啊 你师父比较懒就不去了 玉玲 你跟着里长门还有老宗他们一起去吧 记得带上狗子啊 主人老猪我也想去啊 老猪还没吃过这些大宗门的宴会美食呢 啊 你就算了吧 我怕你开口和人吵架 好吗 那我还是陪着我孩子 在岛上帮主人您看守岛嘛 哎 师父 您怎么贪气啊 包着的大腿突然消失不见 你觉得师父我能不忧愁吗 为了包上那个前辈的大腿 老夫可是连宗门之宝都送出去了 结果我就回去一趟宗门 刚准备带着大家一起去南黄包大腿啊 那么大一个庄园就消失不见 啊 他怎么就不见了呢 师父 只是在那位前辈那吃了一顿午饭 我回去就突破到了化神井 在修仙界也算一个大修士了 可这比起大腿算神魅啊 师父师父 怎么了 那是 那位小姐很眼熟啊 那次我们去拜访那位前辈时 而且师父你看 那只暗夜妖王就跟在这位小姐身后 啊 果然是暗夜妖王和那位小姐 哈哈哈 那看来大腿 哦不 赏仙也来参加这次盛会了 师父师父 这还有爷家宗门 注意醒醒 哈哈哈 那看来大腿 哦不 赏仙也来参加这次盛会了 啊 师父师父 这还有爷家宗门 注意醒醒啊 秀文思与木兰 你们跟我去吧 这位小姐 我是圣剑宗宗主 不知小姐能否带我们去拜见前 哦不 上仙 小姐 你手中的赤金神剑 就是我圣剑宗之前拜访上仙送的礼物 在小姐手中真是她的荣幸啊 哦哦 师父和我提过 多谢前辈您送来的剑 那个 我师父喜欢清静 所以虽然来了 但没敬太上宗 孙小姐 不如我们先回岛上 询问上仙要不要见他们吧 哦 这 这是万花谷的掌门 万花谷不是不理修仙界的杂事吗 它是什么时候抱上前辈大腿的 可恶啊 这上仙的大腿是抱的人越来越多呀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呀 诶 玉莲 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人回来 见过上仙 前几日 我带着修文他们前去南皇拜见上仙 没想到上仙您居然已经从哪儿离开了 而且离开的还那么彻底 不愧是上仙哪 连搬家都搬得这么令人震撼 哦 是上次送我肥料跟剑的圣剑宗宗主啊 好久不见 你们也参加这次仙门大会了呀 不过你们怎么来我岛上了 什么仙门大会 那又抱大腿重要啊 大会等会可以参加 知道上仙您来了特意前来拜见 但时间太过仓促 忘记准备礼物了 没事没事 上次送礼就是想要我召他 我就出不了岛 也实在不好意思继续收礼物了 啊 是仙门大会 哦 要开始了吗 两个太虚邪魔的气息到这里就都消失了 这里居然有一个被隐藏起来的小世界 但似乎它的保护层已经被破坏了 看来那两个太虚邪魔是通过缝隙进入这个小世界了 不好 这种小世界很少有强证 而且对三千世界根本不了解 要是太虚邪魔进去了 还是会祸害整个世界 此方世界的天道在抗拒我 是因为还没法承载我的力量吗 可那两个太虚邪魔又是怎么进去的 不行 看来只能先投入一道分身 来通知这个大陆上的生命团结起来 进行抵抗呢 没想到又能吃到上仙赏赐的佳肴美食啊 不过是一些普通肉食 用锅慢炖而已 那个上仙 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这锅可是九天神鼎 拿它当锅是不是有些 哦 九天神鼎啊 诶 等等 这就是被我一剑从天上打下来的九天神鼎 啊 是的 上仙你可能不知道 太上宗举行先门大会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寻找九天神鼎 用来修补护戒大阵 原来如此 玉莲 你去通知下太上宗他们吧 让他们来岛上开会吧 和他们说顶在我这儿 嗯 太上宗宗主 我们不是不愿意修补法阵 万年前一个界外邪魔 在天云大陆掀起的大乱 我们门派典基上都有 但是怎么修你得有个章程 各位道友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九天神鼎 老道派了不少弟子下山但都没找到 只知道曾在南荒出现过 不知道友们可有消息 嘿嘿嘿 我也派弟子出去找过 近水楼台仙得月 是不是你南荒哪个宗门使家自己藏起来了 你这是在瞧不起我们南荒修士的人品吗 唉 长庭万年 这些宗门使家完全忘记了界外威胁 想知道九天神鼎下落的 请随我来 嗯 圣剑宗的狮道友和万花谷的李道友 怎么会跟在一个小辈身后 还一脸尊敬 隐宗主 我们二人知道九天神鼎的下落 什么 快说 在哪儿 狮道友李道友 还有这位小友 你们真的知道九天神鼎的下落 运气真好啊 我们几乎将南荒翻了一个遍都没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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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这位上仙 就在大赤天山外 不过上仙并不喜欢 离开自己的浮宫岛 所以让我和李道友 跟着上仙的家徒孙小姐 下岛来邀请各位道友 上岛商议 什么 让我们上岛 他好大的白面 为什么不是他下来啊 那人是谁啊 敢自称上仙 别人揍住都不敢这么自称 什么 让我们上岛 他好大的白面 为什么不是他下来啊 那人是谁啊 敢自称上仙 隐宗主都不敢这么自称 好 我这就随两位道友 和这位小友一同上岛 这位道友 就随老道一同 跟着师道友和李道友上岛 去拜访这位小友的师父 可否 既然隐宗主都这么说了 就听隐宗主的 我们这么多人 让他 也不该有什么小心思 是那个女人 混账 什么浮空岛 分明是我赵家的浮空城 这浮空岛的阵法 看着有些眼熟啊 哎 我怎么看着 像是赵家的 你们南皇宗门 觉得眼熟吗 哥 说起来这位上仙 我们都离开太上宗仙门了 也不出来迎接一下吗 哼 我倒是要看看 这位上仙 当年来的脸 你 这位前辈 这就是我师父的浮空岛了 请随我来 那是神术 万年灵药 这石头都蕴含着至高建议 可以打造仙兵 我怎么感觉这一整座的 都是天才地宝组成的 哎 哎 这玩意儿怎么洗不干净呢 还一股肉味 等会儿那群修饰上来 我怎么解释这股味道 哎 老宋 老黄 你俩懂得多 话说这点不是神器吗 怎么就拿来当锅炖了几次 就洗不干净锅灰了 我们以前也没见过摸过神器啊 别说九天神鼎这种级别了 一般仙器 我们呵呵都来不及啊 哪会拿来炖肉炖汤啊 一看这俩老头傻鸟样子 就知道不科普 主人 不如让我老猪拿到盒里去刷一下 老猪我力气的 也行吧 世事也无法 大力出奇迹 你这 这可是神器 哪能让这粗鄙的猪妖如此对待 师父 怎么快进来了 两位妖王 必然不是孙小勇的师父 那个两位小勇 和孙小勇年龄相差不多 也不可能 剩下的宋云和黄吉天 虽说是大修士 但也不可能被李道勇 和师道勇称为上线 这 这绝对不是普通修士拥有的气息 难道这位陌生道友 真是一位神灵或者仙人 啊 在下太上宗宗主尹玄 见过上仙 你拜错了 这位才是我的主人 师父 这是尹玄前辈 太上宗宗主 让道友见笑了 没想到道友这么年轻 就能交出孙小勇这样的高徒 实在是我有眼不识太山 尹宗主客气了 你叫我伤凡就可以了 是玉莲自己天赋好 还有 这是玄清法宗宗主 孙小勇暂时先别介绍了 听各位道友说 九天神鼎就在张道友你手中 怎么了 张道友可是有什么不便言语之处 那个神鼎的确就在我手中 那就是 这 这真的是九天神鼎 不过 这鼎怎么有一股肉味和香料味 我之前 我之前拿到炖肉了 可能香料放太多了 烟入味了 烟入味了 不愧是张道友 这地方还真是一处仙境啊 随便一颗果子都是价值连成 要是能弄到手一些 哪怕不多 咱们宗门岂不是 嘿嘿嘿 可是 这可都是有主的呀 而且 人家实力可强得不像话 强强的话 先不提强不强得过 怕是太上宗宗主 也不会放任我们乱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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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不是不知道这是九天神鼎吗 放了这么多香料 还用这神鼎炖出来 肉好吃吗 老道只是有些好奇 神器的力量有多强大 除了作为阵法核心外 还有啥作用 我就觉得味道还不错 不过宋老头和老黄他们说这锅 这顶炖出来的肉能炼成他们的灵力 果然是上古神王留下的神器啊 这老道不会想着从我这边把毒拿回去 自己偷偷试着去炖肉吧 不过不知张道友是否愿意 将这上古神器交于老道管理 我太上宗召集仙门大会 就是为了寻找这九天神鼎来修补护戒大阵 这个我没啥不愿意的 这也是我让玉莲去把你们叫来的想法 张道友真是天下楷无 老道带天云大陆众生 再次谢过道友了 颖宗主 这小子可不是良善之辈 你前辈可别被这巫师之友给骗了 不知几位道友为何如此说 这张道友实力应该非凡 但我却察觉不到一点气息 或许真像施道友和李道友说的那样 这张道友看似年轻人实作仙人 颖道长 你不用问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记得你是赵家家主吧 上次你赵家来南荒大山想夺我的庄园 结果被我留下浮空城 换你们赵家人的命 这次你带人想干嘛 我就说的郑文言说 果然是赵家浮空城上面的 我还想能知赵这么大一座岛的浮空精石 就赵家有一块 那多出来的 原来本就是赵家的 小子 你别恶人心够壮 明明是你带着两个妖王 趁我赵家和鬼孤洞 南荒蛮族交战时 背后偷袭 夺走浮空城 尹前辈 我可以为赵师兄作证 我相信赵师兄为人 必须把这与我道和蛮族勾结的恶徒处理了 各位 尹宗主 太上奏 为天下正道执牛而者 行事不能偏颇呀 我们就想为赵家 赵师兄讨回公道 尹道长 这事我自己来处理吧 我说 既然你说这浮空岛原本是你赵家的 那不知道我这岛上的仙药仙术 以及其他天才地宝 是不是也是你赵家的 打赢了 别说浮空岛 我把我的神术都送给你 这年轻人 难道真的是 献献 你赵家我这一剑 好可怕 还在意 张道友 手下留情 给老道我一个面子了不合 毕竟是我太上奏 邀请了几位道友来参加新闻大会 还请张道友 给老道个面子 行吧 就看在老道长的面子上 可惜了 少了不少剑与之近战 这位剑仙姐妹 好大的杀心 这位给张道友 好大的杀心 给张道友看些好的东西 这老道长看着先锋道过 该不会是个不正经的人吧 你们说尹玄那个牛鼻子老道 召集了这么多名门大派准备干啥呀 不是说为了护解大阵吗 你要是信了 就不会来参加这场魔道大会了 不是怕被正道那群道貌黯然的家伙 趁机联合抢灭 再闯得各位就不会在这里了 老骷髅 听说你们鬼哭洞最近很惨啊 运气可真差呀 各位大家难得撒到一起 不如我们趁机做点什么吧 不管正道准备做什么 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听说你们血煞教之前和匿命宗天魔道 还有欢喜四联合攻打万花谷 损失惨重 今天只有你这个老魔头来了吗 老夫的血煞教虽然损失很大 不过老夫也因祸得瘟 这老东西实力怎么突然变强了 他说自己因祸得福 这是遇到什么机遇了 各位也都是魔道有名的道理 怎么 不管和正道动手吗 那教主你准备怎么做 我们直接去太上宗 一路血洗过去 这老魔头疯了吧 各位 只要你们跟我一同牵我太上宗 我将给予你们和我一样变强的机会